英国在19号进行国葬大典 送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的灵鹫在当地傍晚抵达温莎城堡 在台关手的护送下 进入了国王乔治六世的纪念礼拜堂 展开私人的入葬仪式 在仪式尾身 女王灵鹫上的帝国王冠 宝球还有权杖都被取下 而女王的长子查尔斯三世国王 将御林军中的直弹兵卫队女王迎旗帜 放到灵鹫上 接着王室内庭最高官员公务大臣帕克 上前将手中的手杖折成两半 象征伊丽莎白二世的时代正式结束 在主教的祷告词中 女王的灵鹫缓缓沉入皇家墓穴 他的伴侣菲利普亲王的棺木 稍早也从墓穴中轻移出 以便跟女王一同相伴安葬 最后吹笛手的哀歌响起 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 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 还有妹妹玛格丽特公主 家人都一同长眠 在这座乔治六世纪念礼拜堂 女王国葬之天是历史重大时刻 而伊丽莎白二世毕生的奉献成就 也将留存历史永不抹灭 环宇新闻的亲文总和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